今天早晨我想要分享一个 就是题目叫做 明白天父的爱 那其实这个主题 我在三个礼拜以前 我就在思考 说到底我今天应该要分享什么 那当我里面想到天父的爱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我们的护心报 我们每次那个都会有护心报 然后他就讲到比尔强生牧师 在天国文化的时候 讲到天父的爱 我心想哇糟糕了 他讲天父的爱 那我怎么能够跟他比呢 我是不是也要讲这个主题呢 然后他到底讲什么内容呢 我就赶快去查 可是查了半天 我好像没有看得很清楚 没有看得很了解 没有看得很清楚 他到底讲什么内容 因为都只有简单的讲一两句 那我就想 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再讲天父的爱 那我就在默想这个题目 当我在默想的时候 今天早晨 我真的非常的确定 上帝要我讲这个题目 圣经上 上帝常常用很多的真理 对很重要的真理 上帝常常是不厌其还的 再三的在提醒 再三的在教导 例如圣经上 保罗在那个圣经的里面 他就常常提到说 教会是什么 他用比喻来说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对不对 教会是那个永生神的殿 他用很多的比喻来讲 这个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 目的要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过教会的生活 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不是只信耶稣就好了 上帝的心意 要我们大家一起聚集 一起来学习 如何认识他 如何过教会的生活 同样的 圣经中 对于我们到底跟神 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也用很多的角度 很多的方法 要向我们解明 神当然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国度里面的人民 所以我们是他的子民 但是神对这个关系 他觉得还不够满足 因为那总是一个 上对下的一个关系 上属下属的关系 或者圣经上也有提到说 在工作上 神是主人 我们是仆人 但是圣经上 他常常很多的地方 告诉我们 神跟我们的关系是 他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儿女 神跟我们的关系是 他是我们的新郎 我们是他的新父 神跟我们的关系是 他是大牧人 我们是他的羊 他所牧养的羊 圣经上一而再 再而上的 用各种角度 各种方法 就是要让我们明白 我们跟他的关系 我们跟他的关系 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想到 我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在有一段的时间 我觉得我好像是 天天是 常常是要哭哭啼啼的 过那一种生活 因为我的环境 让我觉得压力好大 让我觉得很辛苦 我的每天 我的动作很快 是因为环境训练出来的 因为我先生 以前长期不在家 我要照顾孩子 照顾婆婆 我们家有一大家子的人 要吃饭 我要上班 我要当老师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好教 对不对 所以我每天要备课 我要三更半夜 我的日子很困难的 那那个时候 我常常哭哭啼啼的 我对神 总是会有一些怀疑 可是这么多年来 上帝说 当他来训练我们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可以尝到莓果 我开始觉得 我在上帝的里面很自由 我开始觉得 我的生命丰盛 都顺起来 我开始觉得 很多的环境 那些环境 是对我的祝福 而不是对我的绊脚石 所以当我想到 我过去的经历的时候 我再来回顾的时候 我就想到 明白天父的心 是何等的重要 你能够了解 你在天父心中 你的分量 你的地位 你在神的家中 扮演的那个角色 如果你那样子 清除的时候 你可能不必像我一样 酷酷啼啼 你每天可以 欢欢喜喜的 快快乐乐的唱歌 赞美神 有一天 韩晋晋传道说 我很乐观 因为他看到我每天都很快乐 我觉得我不是很乐观 我是被神训练过来 我慢慢的 来体会神的心 我慢慢的知道 神爱我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 他说 临到我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美意 当我过不去的时候 我常常跟神说 我常常跟神说 也跟我自己宣告 上帝向着我的旨意 向着我的旨意 永远都是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 你知道我好几年 活在这句话的里面 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 上帝爱我到一个极处 他让我面临到一些环境 他的心也很难过 他的心也很受苦 但是他为了要成全我 为了要提拔我 为了要提升我 他不得不这样做 当我走过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 上帝真是爱 上帝真是有智慧 我想我要做一个 举一个 隆美尔牧师的见证 这个我在还没有出来服侍以前 我是在四方教会 那么四方教会在美国还蛮多的 他们在台湾 在全世界大概有一百多所的四方教会 那么隆美尔牧师 他以前是在毕伯顿四方教会服侍 他已经过世了 大概十年前过世了 那以前我听过他的讲道 我也看过他的书 也读过他的书 那么他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有一本叫做上帝职业班 那一本书还荣登 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第二名 那么他出了非常多的书 在这么多的书里面 其中有一本书 他认为最有意义的 但是发行量 却是全世界最少的 只有两本 只有两本 那么这是他特意的 那么这一本 只有一本 只有 对 这一本书他只出版了两本 那么这一本书呢 他是为他最关心的两个儿子写的 他非常爱他的两个儿子 所以他的儿子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就写了这本书 送给他的儿子作为高中毕业的礼物 那么书中呢 他写了三十个主题 那么有 例如成功 例如失败 例如信仰 例如金钱观 人际观 爱情 这些很多的 很多的主题 他还有其他的他认为非常重要 对他儿子是很有帮助的主题 他大概写了三十个左右 那么 他说这本书的内容呢 是他经过非常多年的 他研读 他研读书籍 圣经 属灵的书物 他研读 他去默想 他去祷告 然后他甚至去实践 出来以后 得出来的结经 然后他把它写成这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代表他一辈子的生活体验 那么他跟他的妻子就亲自打字 然后把它印刷出来 印刷完了以后就交给一家装订行 弄个书皮 把它装订起来 而且呢 还用书皮的表面 还用烫金的字 写下这一本书的书名 他说 他说因为他发现 孩子渐渐长大 他不可能老是跟在孩子的身边 因此他希望 他的两个孩子 万一在人生的旅途中 遇到了艰难 遇到了危险 遇到了难处的时候 起码 爸爸不一定在身边 但是起码 这两个孩子 可以从书里面找到 看看有没有什么亮光 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那么 并且他们也希望 他们的孩子知道 父亲 不只是关心他们的过去的成长 父亲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未来是否平安 他们的未来 是不是走得很顺遂 他们的未来 是不是非常的充满 丰盛 他全心全意的 希望他们孩子成功 他全心全意的 希望他们的孩子 可以躲过 那个罪恶的楼铃 他全心全意的希望 他的孩子 这一辈子 能够坚持 永远做 永生神的孩子 所以他就挖空心思 来写这一本书 那么 我们知道他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牧师 非常棒的牧师 他品格非常的好 他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会教导 上帝 是我们终极的父亲 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上帝的爱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能力 绝对不会少过 地上任何一位父亲 甚至像 罗美尔牧师 这么优秀的 他都说 在地上 我们人都不完全 我只是 很有心的 很用心的 为我孩子预备 希望他们 将来 不会过得 非常的落魄 非常的落寞 非常的孤单 非常的悲惨的人生 所以我尽心尽力 我掏空 掏空我的心 来做这件事 我们天上的父亲 难道 会比地上的父亲 还更不完全吗 我们天上的父亲 难道 会比地上的父亲 更不爱孩子 他永远全能 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 上帝的心是怎样的 第一点 他告诉我们 我只要从父子的关系 儿女跟神之间是亲子关系的角度 我来讨论 我们来探讨 我们来分享 来学习明白天父的心 天父他赐我们每一个人 权柄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我记得我信主 好像没有太久的时候 我们教会就要要求我们背这一节 好不好我们把它背起来 好不好 凡接待他的就是他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接待他这个接待他就是接待耶稣 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的名的人 神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里面 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因着信耶稣基督 你们都是神的儿子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 好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 好第五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 他就讲到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 就讲到神让耶稣基督身在律法以下 第五节告诉我们 因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然是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 你们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事 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看赴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未曾认识他 我还可以举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上帝称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是他的儿女 那么你就会想阿 是上帝的儿女又怎么样 是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好处 是上帝的儿女有什么福分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从我自己当父母的角色 或者观察别人当父母 怎么当父母 我从那个角色 我慢慢地去揣摩上帝的心 我慢慢地去体会上帝的心 我自己有两个小外孙女 一个现在才两岁多 这两个小时候从生下来就是我们带的 我跟我先生带 小的时候 他们躺在那里 连翻身的力量都没有 婴儿一生下来连翻身的力量都没有 饿了只能够哭 尿了只能够哭 不舒服了只能够哭 他们所会 他们也不会说话 所会表达的就是哭 他们的一切都是用哭来表达 高兴的会笑 他们就是这样 然后呢 父母怎样 父母无条件的 就去喂养他们 对不对 饿了给他们吃 渴了给他们喝 对不对 尿了给他们换 然后他们不舒服了抱抱 然后去看看 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异状 带去看医生 小的时候 他们完全对自己无能为力 慢慢的长大了会翻身了 然后会走路了 会说话了 他们还是要依赖父母的供养 可能都要到很大的年龄 他们才会有办法自食其力 这一点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点要告诉我们 我们在神的心目中 我们是祂的儿女 所以祂就会负起养育我们的责任 我们饿了祂会给我们吃 我们渴了祂会给我们喝 祂会供应我们 祂会满足我们的需要 祂不只是供应我们满足我们需要 祂疼爱我们 祂疼爱我们 祂常常抱着我们 抱着我们 当父母抱着孩子 看见孩子的时候 心里是怎样 那个表情是怎样 你有看过吗 如果没有看过 常常到亲子教室去看 看我们那三个妈妈 三个父母 三对父母 他们怎么看他们的孩子的 当他们看了他们孩子的时候 那个表情是多么的满足 以前我去台南讲道的时候 我们那个小外孙女还小 那个还小的时候 大概两三岁多吧 我就会带着去 我去讲道都会带她去 因为她也很喜欢去 然后她去的时候 然后我每次都会跟 那一对传道师母说 好可爱哦 然后那个师母都跟我说 我都不能体会 她那个时候不敢讲话 她只是听我讲 看我讲 然后去年 她自己的女儿 生了一个外孙女 然后我每次去 她就跟我说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她说童姐 我现在可以体会 那个时候 为什么你看到 黄可恩的时候 都跟我说好可爱哦 我真的不能体会 当我自己有小外孙女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她的一举一动都好可爱哦 连她的哭都好可爱哦 这个就是 做父母的心 上帝怎么看你 上帝看你也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女儿下班回家 第一件事不是找我 不是跟妈妈讲话 不是谢谢妈妈 她是跑去找她的女儿 第一件事 就跑去看她的女儿 好不好 做什么 干什么 这个就是父母的心 我们的天父 看我们也是这样子 非常的疼爱我们 非常的宝贝我们 离开她的眼目一刻 她就心一直在那边 思念着我们 她乐意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她知道我们还没有能力的时候 她要来供应我们 她要来喂养我们 她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当父母的都知道 你总会尽量满足你儿女的需要 除非你儿女是妄求 除非你儿女是 哎呀小孩子她要摩托车 你不会给她 她要开汽车你不会给她 除非她是无理取闹 除非她所需要的是 你认为对她不会有好处的 你不会给她 否则天下没有一个父母 她没有 不想要满足她儿女的需要 正常的父母 因为现在有太多不正常的父母 我每次看到报纸上 那个虐婴杀死婴孩的 听说去年就发现五千多件 台湾就发生五千多件 虐婴的事件 比以往还要多 但是圣经上口比喻的 都是正常的父母 当正常的物母 在以赛亚书说 地上的父母 即或会忘记吃奶的婴孩 她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就是天父的心 天父的心 她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她看我们永远是她的孩子 她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供应我们的需要 喂养我们的需要 满足我们的需要 她要照顾我们 她要保护我们 遇到危险的时候 她不是远在 高高在天上 然后在那边幸灾乐祸 就是在悖逆的孩子 在不听劝的孩子 当孩子遇到危难的时候 她还是想办法 要伸手去研究她 她不会在那里幸灾乐祸 在那边拍手 做得好 做得好 遇得好 她不是这样的父母 她要引导我们的一生 她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 还很长 前面的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走过 她要引导我们 她要管教我们 就像地上的父母一样 因为地上的父母知道 孩子有很多事情没有经过 没有经历过 没有遭遇过 如果我没有事先教导她 如果她做错了 我不管教她 这个孩子将来 会进入很悲惨的命运的里面 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的对着我们 第二个 天父 成为天父的儿女 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以她亲近 约翰一书 使徒保罗 他特别喜欢说 相交 相交 我们是跟神相交的 相交往 身为天父的女儿 儿女 我们可以跟她亲近 地上的父母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地上的父母 我曾经听过 张茂寿牧师讲过一篇道 他在教导 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 他的儿子 生了一个孙子的时候 哇 他每天一回家 第一件事就去抱孙子 然后孙子还不会讲话 在那压压学语 然后他就拼命地 跟孙子一一压压的 一直讲一直讲 他也不管他孙子 听不听得懂 他就是要表达他的爱 表达他的跟他的亲近 表达他的喜爱 对这个孙子的喜爱 他就 孙子就一一压压讲 他也跟着孙子一一压压讲 两个人讲的 父子 那个祖孙两个人 讲得非常的快乐 他说我们的天父 对他的儿女也是一样 每天喜欢跟我们 一压的讲话 每天喜欢跟我们讲话 每天喜欢靠近我们 因为 这个是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征 有一个特别的感情的联系 你跟外人 不会有特别的感情的联系 你如果领养一个 比较大的孩子来的时候 你还要跟他建立一个 亲子的关系 也需要花一段的时间 但是圣经上说 我们是从神生的 我们是从神生的 所以神生下我们的时候 就很自然的会有一个 很亲密的 特别的情形 的那个亲情在 那个亲情是没有人能够打断的 那个亲情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亲子之间 有这种特殊的感情的联系 所以亲子之间 他就会很亲近 他就会应该正常的 就应该要有很亲密的交流 要有很亲密的交通 那么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 耶稣的弟弟雅各就写了雅各书 他就告诉 当时的信徒说 你们若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必亲近我们 这个是什么意义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神一直等在那里 要来让我们来亲近他 他一直等在那里 所以当你来亲近他的时候 他就立刻来亲近你 你来亲近他的时候 你不用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努力 做很多的功德 积很多的功劳 做很多的好事 他才要来亲近你 他才看得起你 他要亲近你 不是 因为你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每天就等在那里 你来亲近他 随时来 随地来亲近他 他就随时随地来亲近你 这个就是天父的心 以前我常常回家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我会常常回家 我妈妈大概 可能都会大概知道我大概几点钟回家 所以常常回家 他有时候就会坐在那边等我 很多的父母不是这样吗 我看到很多报纸的复刊 当他们 尤其是母亲节 你可以注意看 当母亲节想到母亲的时候 很多的孩子都会说 当他们出外工作 不能常回家 甚至出嫁 或者离开父母 自己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 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 他们父母真的都已经等在那里 等在那里 要来亲近他们 这个就是 父母的心 这个就是天父的心 天父的心 第三个 天父的心 我们跟他儿女的关系 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跟他的关系 是永远长存的 保罗 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非常的感慨 当他在想到神的时候 他非常的感动 他在罗马书 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 他就讲到 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吗 他说没有 患难 困苦 灾祸 甚至是死亡 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当你遇到刀剑的时候 没有办法使神与你的爱隔绝 你生的时候 你与主耶稣同活 你死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与神的爱隔绝 你死的时候 因为 富婆在那里等着你 因为一个新的生活在那里等着你 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等着你 一个新的生活在那里等着你 你死的时候 你只有跟神更亲近 跟神更接近 所以当他想到神的爱 想到神的智慧的时候 他的里面那样子的感动 他的里面就那样子的诉说出来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隔离 没有什么可以与神分开 以赛亚书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 就是从以赛亚书第40章 26节这里 28节这里引出来的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级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舵 所以接下来 以赛亚就鼓励以色列人说 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等候耶和华的 必如因展示上腾 神永远不会困华 神永远不会疲倦 他做事永远不会困华 他做事永远不会疲倦 他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困华 他对你的爱永远不会疲倦 你相信吗 圣经上有太多的例子 有太多的例子 在告诉我们 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疲乏 撒玛利亚妇人 约翰福音第四章 圣经上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这个妇人呢 因为她的生活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她在当他们的村子里面 民生病不好 民生病不好 所以她不敢白天 她都不敢出门 她就中午大热天 正午的时候 十二点的时候 大家都在 因为太阳 巴勒斯坦正午十二点 太阳非常的大 非常的晒 她在太阳很大很大的时候 她家里没有水了 她需要水喝 她就趁着中午十二点 大家都在躲避太阳的时候 她就出来打水 耶稣呢 她就特地到撒玛利亚这个村庄 然后她就坐在井旁 她肚子饿了 她走路很困滑了 很疲惫了 她困倦了 她肚子饿了 坐在那边 她就门徒就去买吃的 然后她就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做什么 耶稣坐在那边 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的时候 耶稣就借机了 给我水喝 然后就跟她讲话 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名声不好 因为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她一个一个换 因为不能够满足她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丈夫 也可能她自己的个性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她就一个一个换 上帝对她的爱不疲乏 上帝很困倦 耶稣很困倦 耶稣 但是耶稣知道这里有一个人 需要上帝的爱 唯独上帝的爱可以满足她 所以再疲乏再困倦 耶稣就绕到撒玛利亚这里 去跟这个人交谈 把神的爱告诉她 带给她 耶稣难道 耶稣知道她有五个丈夫 耶稣难道不知道 这个女人不是非常好吗 总是品德有瑕疵嘛 对不对 耶稣知道 耶稣说 她所做的事 都是父要她做的 所以她不是凭着私意做什么 父要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所以耶稣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也代表着神非常爱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这个天父非常爱撒玛利亚妇人 她知道她里面有个需要 她要来满足她的需要 她知道这个需要 不是五个丈夫 几个丈夫可以满足的 她知道这个需要 只有天父可以满足 所以天父就去找她 浪子的比喻 也告诉我们 天父的爱 不会疲乏 人的爱很有限啊 人的爱很有限啊 对不对 当我们被我们的孩子 气得半死的时候 有很多的父母就想要 我们要断绝父子关系 我们要断绝亲子关系 但是当上帝被我们气得半死的时候 他继续爱我们 他知道断绝关系 不会解决问题 他知道 唯独他一直爱 一直爱我们 爱到有一天我们发现 他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自然就会回转 上帝是用他的爱 来吸引我们来爱他 上帝是用他的爱 来激励我们来爱他 上帝不是用惩罚 上帝不是用定罪 上帝是用他的爱 要来激励你 要来爱你 路加福音最有名的 十五章浪子的故事 浪子的比喻 有一个儿子 他的父亲很有钱 哇这个儿子呢 非常的放荡 父亲有钱 所以可能他就习惯了放荡生活吧 反正有一天 他就跟他父亲说 把我应该得的遗产分给我 他的父亲还没死 他就跟他父亲要遗产 真的是不孝子对不对 在我们的眼中 他跟他父亲要遗产 他的物性熬不过他 就把遗产分一半给他 因为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就分一半给他 他拿到了遗产以后 哇好快乐哦 很身上很多钱啊 正好可以好好的去享乐啊 放纵一下 他的拿的钱 就出去过放纵的生活 圣经上形容 他过遮罚放纵的生活 钱用光了 很快的钱用光了 用光了以后 不敢回家啦 就到处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 只好怎样 去找那个猪吃的东西 就拿来冲击 有一天 他心里突然觉悟过来了 我父亲的家 有这么多的产业 我为什么要在外面 这么受苦呢 我还是回家吧 我告诉我父亲 我只要当一个工人就好了 我只要当个工人能够温饱就好了 对不对 他就想到他就回家 还没有走到家 老远老远 老远老远 他的父亲 看到了这个浪子 就迎接这个浪子回家 然后这个浪子一回家以后 父亲马上把漂亮的衣服 给他穿上 给他带个戒指 哇 父亲 心里非常的高兴 因为父亲可能担心了很长时间啊 他父亲 资子若莫父嘛 这个父亲一定知道 这个儿子习性不好 一定知道这个儿子 就是享乐 就是享受惯了 父亲早就知道了 可是 当这个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 相信这个父亲的心 还是在那边蓬蓬跳的 对不对 可能在忧虑 万一他出去外面 花光了怎么办 万一他遇到坏人怎么办 万一他交到坏朋友怎么办 父亲可能每天 在床上就是想东想西 想东想西 睡得不安稳 快乐不起来 甚至天天走到村子门口去那边 看看儿子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没有 有一天 真的父亲等到 这个儿子回来 他老远老远看到一个影子 他认得这个影子 就是他的那个儿子 顽略的儿子 他快跑去迎接这个儿子 耶稣讲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这就是天父的心 世界上有许多的孩子做浪子 但是天上的父亲 他永远不停止 当浪子的慈爱的父亲 上帝永远不停止 当浪子慈爱的父亲 天父的心 永远不会疲乏 他的爱永远不会疲乏 人会有缺少爱的时候 上帝就是爱 他永远不缺少爱 他爱你 爱到极处 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 神的爱 不离不弃 他爱我们 爱到极处 他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不是你很好的时候 他选你 是你在做罪人的时候 他要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为你舍了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给你 一个人最宝贵最宝贵的生命都为你死了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给你 透过十字架上 耶稣的钉石 天父要告诉我们 他没有一样好处不会留给你的 只要你是他的儿女 他没有一样好处不会留给你的 可能你现在遇到的环境是困难 你觉得这不是好处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是好处 他是好处 因为上帝会使每一件 对你来说是危险的事 对你来说是会害你的事 他可以扭转 使他成为对你的祝福 对你的帮助 我们的神就有这个能耐 所以每一件临到你的事 都是经过他精心 他智慧的计划的 不一定是直接从他而来 但是是在他的掌控底下的 别人要陷害我们 上帝允许别人陷害我们 是在他的掌控底下 上帝知道他可以掌管这件事 上帝要以色列人 轮王国 轮到外族人的手中 被外族人灵虐 上帝允许 但是上帝在掌控这件事 当他看到那些外族人 欺负以色列人 欺负他的子民 欺负的太圣的时候 上帝说我要去惩罚他们 我只不过透过他们 借着他们的手管教而已 我没有要置他们于死地 所以当别人要置我们于死地的时候 放心 上帝一定会插手 他不会做事不管 他不会做事不管 这就是天父的心 天父的心 永不后悔 他选你为他的儿女 永不后悔 这个儿女的地位 永远不会改变 你再坏 再不好 你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不会说 哎呀你好坏哦 我不选 你不要当我的孩子 我们断绝关系 上帝永远不会说 不会做这种事 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最重要的 上帝早知道我们有多么不好 上帝早知道我们有多么不好 是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而已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了 上帝透过凡禁让你发现了 哇我怎么这么糟糕 哇我怎么这么会嫉妒 哇我怎么这么会 这么卑鄙 当有一些 有一天 环境让你发现 你自己很卑鄙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上帝早知道你很卑鄙 上帝对你永远不会有新的发现 上帝对你的坏 永远不会有新的发现 因为他知道过去 他知道现在 他也知道未来 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 你害怕上帝不要你了 你要记得 你要放心 上帝永远会不要你 他认识你 比你认识自己更清楚 他是全知的神 他知道你 比你自己对自己的知道更清楚 如果没有环境 我们不知道自己这么坏 如果没有环境 我们不知道自己这么软弱 没有环境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是透过环境 上帝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遭到无药可救 只有他可以救我们 只有他会救我们 也只有他肯爱我们 只有他会爱我们 所以上帝赐给你权柄 做他的儿女 要告诉你一件事 他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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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拣选你做他的儿女 他爱你 他要提升你的地位 他要把你放在他的家中 提升你的地位 上帝是万王之王 上帝是独一的王 独一的主宰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 他提升你的地位 成为神的儿子 成为王的孩子 尊贵 荣耀 他要提升你的地位 你的儿女的名分 永远是安全的 永远是有保障的 我小姑以前在 黄玉育幼院上班 二十几年前 她在那边上班 有一天 她回来 她非常的感慨 她就告诉我说 大嫂大嫂 我告诉你一件事 她们育幼院有附设育婴部 那育婴部 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孤儿 或者是有一些未婚子女生的 或者是有一些 父母因为吸毒啊 或者是一堆的债务啊 然后被关到监牢里面 没有办法抚养孩子 就把他们放到那边去 然后呢 她说 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孤儿 所以他们就会让人家去领养 因为有很多 也有一些夫妻 他们没有办法生孩子 所以他们就去领养孩子 她说 他们很不喜欢 台湾的人来领养 所以他们后来就 后来 就停止台湾的人 夫妻来领养孩子 她说你知道吗 台湾的夫妻领养孩子的时候 哇 领养孩子的时候要身家调查 领养孩子的时候 要看这个孩子活泼 可爱 漂亮 聪明 智慧 耳朵大大的 哇 所有最漂亮的 她要挑那个最漂亮的 然后那个领养孩子回家了以后呢 交了三五年 发现自己不会 自己教不好孩子嘛 自己不承认 发现这个孩子不乖 不好 不符合他们的期待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说 我要退还这个孩子 我不领养了 我要终止领养关系 因为这个孩子 基因不好 因为这个孩子 天性不好 因为这个孩子 可能家族什么什么 讲了一堆理由 就是要想办法 停止领养 她说 外国父母 来领养孩子的时候 他们领养什么 他们领养 残障的 他们领养 缺耳朵的 缺眼睛不好的 他们领养身体瘦弱的 身体有残障的 他们说 这个孩子好可怜哦 我把他领养回去 我要给他爱 然后我们的国家社会福利比较好 将来这个孩子呢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呢 他们可以受到特别的照顾 他们是这样领养孩子的 我们台湾的人领养孩子是 要非常条件严苛 领养完了以后 教不好 没有觉得是自己教不好 是认为这个孩子 天生不好教 我们的天父 他不会这样 他不会因为你长得很漂亮 你才貌双全 你个性 秉性优异 他来领养你 你将来前途无量 他来领养你 没有 罗马书第八章讲到 上帝 是我们权柄成为他的儿子 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这个儿子是一个领养的 领养 在第一世纪罗马社会很流行领养 他们的领养不是领养婴孩 他们的领养常常是领养小孩 或者是大一点的孩子 他们让人家领养孩子 他们领养孩子的目的是 希望这个孩子将来可以继承他们的产业 第一世纪是这样 保罗就讲 上帝收养你们为他的孩子 上帝领养你们成为他的孩子 认领你们成为他的孩子 他领养了 他就永远不改变他的心意 这个关系 永远是存在的 而且领养了以后呢 耶稣是你们的长兄 耶稣是神的长子 你们是他的弟兄 上帝怎么爱耶稣 也怎么爱你们 上帝怎么爱耶稣 也怎么爱你 也怎么爱我 上帝怎么爱给耶稣多少的产业 他也给你们给我多少的产业 有很多的家庭 我看过一些家庭 他们刚开始领养孩子 因为生不出来领养孩子 领了孩子以后 没有几年 他们生下自己亲生的孩子 他们对这个孩子 领养的孩子 就已经就会有一些差别待遇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 他怎么爱耶稣 他就怎么爱 他所领养的儿女 他给耶稣多少的产业 他也给我们多少的产业 所以罗马书说 我们是与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的 一同得分的 所以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不只是 他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亲生的父母一样疼爱我们 供养我们 教养我们以外 他时时要跟我们亲近 他还要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一直存到永远不会改变 甚至 他要我们继承 他的产业 继承他的产业 所以 天父 他要我们 他要我们 成为后世 罗马书说 我们既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是他的后世 就可以继承 他所要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天物非常的富足 我们的天物非常的富足 对不对 千山牛万山的羊 都是属于他的 整个宇宙万物 都是他所创造的 他非常的富足 只要他乐意 他会给我们他所有产业 但是 这个所有的产业 所有 从按照所有的 或者实质的来讲 最重要的还是 他要给我们的产业是 让我们有 耶稣基督的性情 耶稣基督有公义 耶稣基督有什么 他有公义 他有人爱 他有节制 对不对 他有信实 他有智慧 耶稣基督 他有忍耐 耶稣基督所有的 美丽的性情 自终神都会接 做成在我们的里面 上帝除了给我们 这个产业以外 他这样子爱我们以外 很重要的 他也是在为我们的 将来着想 你说成为神的儿女 为我们的将来着想 对的 因为有一天 我们在永恒的世界里面 我们的来生好了 我们来世 大家都听得 因为在来世 你要跟上帝永远的同在 如果你的性情 跟耶稣不一样 跟上帝不一样 你怎么跟他同在啊 我们俗语 有一句话都说什么 臭气相同的 臭在一起 对不对 如果你跟耶稣的性情 是南辕北侧 他非常的圣洁 你非常的卑鄙 他非常的荣耀 你非常的窝囊 那可能不容易生活吧 他的价值观 跟你的价值观 完全都不对 你们可能不容易生活吧 个性完全不同 可能不容易生活吧 个性不同 还可以调整 你说父母 对不对 价值观不同 生活模式不同 各方面都不同 你很难生活 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 非常的美好 他要塑造我们 每天 他允许许多事临到我们 因为他要我们 越来越像耶稣 以至于将来有一天 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跟耶稣 非常的快乐的相处 非常快乐的生活 享受永恒的生命 当我在 几年前 当我在想到天父的爱的时候 上帝就给我一句话 当我软弱失败的时候 我常常跟上帝说 我就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吗 难道我的生命 就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吗 我常常失败 常常又起来 常常跌倒又起来 但我所谓的跌倒 不是说我真的背离神 不是 是有时候真的很软弱 就失败了 就爬起来 失败了又爬起来 我常常这样 所以我就跟神说 我好像扶不起的阿斗 上帝给我一句话 赖利头的孩子 都是父母的宝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赖利头的孩子 都是父母的宝 当父母的特别会 能够体会 有一个小孩子 我们看他 怎么看 哎呀真的是很坏 坏到极处 我们都觉得像个赖利头一样 赖利头头是很臭的 对不对 别人都不敢亲近 不敢碰的哦 可是他的父母 把他当宝耶 讲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欢喜快乐 对不对 当父母的 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的孩子 在你的眼中 永远是最优秀的 再不好 在你的眼中 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耶稣看我们 就像父母 看他赖利头的孩子一样 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永远都是最特别的 永远都是最值得他去爱的 永远都是 别人怎么看不起眼 别人怎么觉得 哎这个父母怎么还爱这个孩子 可是 这个父母就是爱 这个就是讲到 天父对我们的爱 不管你多软弱 不管你曾经多失败 天父 永远把你当个宝 而且还是真宝 当然 神赐给我们 儿女的名分 神对我们 也会有期待 天父对你 也会有期待 天下的父母 对孩子都有期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人家的孩子 我们可能不是 每一个人都有孩子 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人家的孩子 你的父母对你有期待吗 以前的父母非常有 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 有没有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期待 是希望什么 赶快长大 对不对 养小孩 就赶快长大 赶快长大做什么 赶快长大 哎呀我可以少一点心 我可以少一点 少一点时间说换尿布啊 喂奶啊 赶快长大 赶快长大做什么 赶快长大 可以体会父母的心 可以感受父母的心 可以跟父母更贴心 很多人喜欢养女儿 为什么 因为贴心 贴心 上帝 喜欢我们 贴心 上帝 对我们的期待 喜欢你 贴心 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 他希望你赶快长大 所以上帝就允许很多的环境 临到你 允许很多的机会 临到你 允许很多你不喜欢的人 在你的身边 对不对 我很多年为了我的环境 很发怨言 后来 有一天我想通了 发怨言还是要过 快快乐乐的感恩还是要过 我选择快快乐乐的跟随主 对 环境是要塑造我们 赶快长大成熟 第二个 神 对我们的心 祂期待我们什么 祂期待我们 光中药主 光中药主 可能你觉得 太落伍了吧 这个时代还在讲光中药主 太落伍了吧 对啦 或许是真的是太落伍了 或许真的太落伍了 但是 这总是一个事实嘛 对不对 你生下来的孩子 你很期待你的孩子出去的时候 人家说这个孩子没有家教 这个孩子是败家子 如果哪一个父母听到人家说 你的孩子没有家教 我看你会气得跺脚 对不对 所以 还是要光中药主嘛 上帝也喜欢我们光中药主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啊 我们出去就是代表上帝啊 我们出去就是代表上帝啊 就像我们的孩子出去 常常代表我们一样嘛 亲子总是会有相同的本性嘛 上帝也喜欢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那位尊贵的王子 所以 他也期待 别人看我们的眼光 是名符其实的 对不对 他也期待别人说 哎呦 你好会教孩子哦 你教出来的孩子这么棒 天父的脸上也有光 对不对 有一次我的学生 我在教他读诗篇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哎呀 我觉得哦 诗篇好棒哦 但是哦 我就觉得你们的神好奇怪哦 我说为什么奇怪 一天到晚都要别人赞美他 夸奖他 感谢他 是吗 你觉得奇怪吗 当你每天都赞美他的时候 快快乐乐的过生活 当你每天都充满感恶的时候 你的生活不一样 你的生活不一样 你脸上的光不一样 你所讲出来的话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不是就是光中要主吗 上帝希望我们光中要主 所以你看哦 我们想想看 哎 日本是那个皇家 那个天皇对不对 或者英国也是 我们从这两个国家 我们更容易看出来 他们的孩子要继承王位 是不是要继承王位 经过特别的训练 皇室的礼仪 要怎么进退 吃饭 餐桌的礼仪 各方面的礼仪 是不是都要很严格的训练 为什么 因为要符合他的身份 上帝 上帝 何等的 也是训练我们 因为什么 要符合身份 相配 好 最后一个 我快一点 最后一个 我要提到的 上帝 他对我们有什么期待 他期待回应 我们回应他的爱 父母 父母 会不会期待孩子 回应他的爱 会 父母不一定 每个父母都会期待 孩子赚钱 养他 不见得每一个父母 像我自己就 从 我信主以后 我都 学习跟上帝说 不是养儿防老 我是靠你防老 很多的父母 不一定是靠 那个儿女的钱 来养老 来回应他的爱 但是很多的父母 他很期待 当他爱孩子的时候 他期待孩子知道 期待孩子 也能够 来回应他的爱 你亲近他 就回应他的爱 当你对一个人 没有爱的时候 你不会想亲近他的 对不对 但是当你对一个人 有爱的时候 你就会想亲近他 上帝 期待我们回应他的爱 你要能回应他的爱 你一定要先 经历他的爱 你要能回应他的爱 你一定要先 明白他的爱 认识他的爱 你没有办法 体会他的心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 爱的出发点 为你好 而你却没有办法 体会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去回应了 所以 上帝 他的做法是 用他的爱 来激励你的爱 所以 圣经上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 第四章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他如果没有先爱我们 我们不容易回应他的爱 我们不容易 你没有体会 没有经历 你就不容易回应他的爱 顺服最短的路 就是爱 当你爱神的时候 当你爱的时候 你就能够顺服 妈妈爱孩子的时候 他觉得为孩子做牛做马 都没有关系 天父的爱也是这样 当 他的爱 充满了你 激励了你的时候 你就会回应 所以 上帝不会用鞭子 在我们后面鞭说 你来爱我 你来爱我 上帝不会说 十点钟到了 我在这里等着你 怎么还不出现 上帝不会一直定我们的罪 所以 我现在也要学习 我们不要定别人的罪 你爱别人 别人就可以来回应 这个就是领袖领导 最后 我想要念一段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 然后 我相信 我想要讲一段 上帝以色列人的见证 然后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见证 当以色列人被困在埃及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们遭受到埃及的公投 在那边残酷的压迫他们做砖块 当他们做不出量的时候 就毒打他们 他们身为奴隶 他们只能够生盈 他们望着自己的孩子 每天回到家 做苦工回到家 望着自己孩子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只有痛苦 因为知道 他们的孩子要接续他们 过一个做奴隶的生活 除了鞭打 除了锁链 他们没有任何的未来 他们没有任何的盼望 上帝说 我听见你们的哀嚎 我看见你们的眼泪 因此 我下来救赎你们 叫你们脱离奴隶的厄运 上帝说 我的孩子 你们记得这些事情吗 你们记得 当初我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 你们走到红海岸边的时候 前面是大海 你们走投无路 后面是法老的追兵 在那里追赶着你们 我就为你们开路 你们记得你们在旷野 没有水喝的日子 嘴巴干渴的要命 吵着要水喝的经历吗 我及时就分户摩西 挤打盘石 让水源清新甘甜的水 在刚造的旷野地上涌流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记得你们在旷野 肚子饿的花花 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 我每天早上 用天上的马拿 喂养你们的事情吗 当你们在旷野地 当你们遇到前面遇到强敌 来攻打你们 来攻击你们的时候 你们手无寸铁 我就为你们征战 当你们感到灰心丧志 再也撑不下去 觉得连活命的指望 都没有的时候 我就及时介入拯救你们 我就像老鹰 带领小鹰在天空 带领小鹰在天空飞翔 把小鹰抛下去 然后当他看到小鹰 飞不动了 好像要摔落在地面上的时候 那个老鹰就展开翅膀 把小鹰背在背上 我带你们也像那只老鹰一样 当你们遇到走不下去的时候 没路走的时候 好像要跌倒 好像要伤命的时候 我就突然抓住你们 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 我拯救你们脱离四百多年 做奴隶的生活 难道只是在旷野地 要来恐吓你们 威胁你们的生命 要陷害你们 要陷害你们 虐待你们吗 我怎么样 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 把你们带出来 我一定拯救你们 因为你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你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你前面的道路 有什么盼望 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未来 要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当你在那里 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 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听见你内心的哭泣 当你觉得孤单 当你觉得没有人能理解你 能够爱你 当你觉得没有人能够提拔你 没有人能够提升你的地位的时候 上帝说孩子 我能 我能 我了解你的感受 我能提升你的地位 我能 我能使你得到尊荣 当你在那里被罪恶捆绑 觉得无力解脱的时候 上帝说 我来救赎你 就是要 让你脱离罪恶的捆绑 上帝说我已经为你 预备好一个美丽的未来 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一个美丽的未来 不只是为你也为你的儿女 预备好美丽的未来 你在我的国度里面是极有价值 你在我的眼中是极有价值 我保爱你孩子 我保爱你 好不好 把心给我 把心向我敞开 接受我父亲的爱 接受我父亲的期待 我要使你如阴展翅上腾 你的未来会如阴展翅上腾 虽然目前你有艰难 虽然目前你有风浪 所有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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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遮掩我的容脸 所有的风波 所有的风浪 不会遮盖 现在我给你的光明的道路 好不好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享受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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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启示在我的里面 让我来读懂你的心 今天早晨 主我接受你全辈的爱 接受你永不止息的爱 接受你永不改变的爱 接受你永不疲乏的爱 我们用一些时间默想 用一些时间默想 当作诗歌的时候 我请你闭起眼睛 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安静 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好像不曾正确地认识 为父的爱 也许你的父亲 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缺席的 也许你知道他爱你 可是他总是很严肃地对待你 他总是一个期待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达到 在他眼中 你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但我们天上的父 他不是这样看我 他不是这样认识我 他也不是用这样的爱 来对待我 当我们唱着我时刻的时候 我请你可以闭起眼睛 你可以静静地思想 我们的阿爸天父 他完全的爱来对待你 他呵护你 他怀抱你 他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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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很聪明 那些年轻的呢 他可能会否则